去也在豆瓣看到这么两个帖子 这两个帖子这么说的啊 第一个帖子 培养孩子非常需要心力精神力 尤其是先天差的孩子 更需要后天的付出共振 把他养完整 第二个帖子这么说 我真心觉得养孩子不光需要物质条件 更需要充沛的精力和耐心 精力不充沛 就很容易就很累 没啥耐心的人呢 生孩子害人害己 那可不 你又没有精力又没有耐心啊 孩子养不好 然后你还让孩子啊 这个侵占你的这个生活资源 你的生活空间 你也累 孩子也没有养好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没有责任心的啊 也没有什么精力的 没什么耐性的啊 物质条件也不充分的 就你哪哪都不充分 那你就要想好了 就不要随大溜是吧 你随什么大溜呢 有什么用呢 嗯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对自己没有好处 你对孩子更是啊 你祸害孩子的一生 对不对 取景啊 就这么多年啊 通过跟很多网友的聊天发现啊 很多垃圾父母啊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生个孩子 总以为 在他们的梦想中啊 在他们的这个幻觉中 错觉里面 他们以为自己生的不是一个孩子 以为自己生了一颗仙人掌 想起来呢 就浇点水 想不起来啊 就让这个仙人掌啊 自生自灭去啊 反正就是扔外面 风吹日晒 是风吹雨打的 他也不管啊 他想不起来 他脑子里就没装这回事 你知道吧 就过了很多年啊 忽然呢 他们因为什么事啊 比如说他们要 夫妻闹不合了 要求着 比如说雀姐死爹 跟他死田房 闹离婚的时候 突然的啊 他想起雀姐来了 他想起了 还正在外面 风吹日晒 很多年的那颗仙人掌 他发现了 那个被他当成仙人掌的孩子 居然还没死 他就开始 吹息自己所谓的付出了 以为呢 这孩子就是个傻逼智障 没记性 忘记了 他连 就是他连那点水 他都懒得浇的那些年 他忘记了啊 他不爽 他就要朝孩子 吐痰拉屎拉尿的那些年 你呀 你想啊 如果呢 你想当个孩子 长大后对你弃之如破鞋的垃圾父母 你自然是可以让你爽很多年的 比如说雀姐死爹 哆嗦那么两秒钟 雀姐碰的被制造出来了 但是孩子一旦他长大了啊 他是记忆完挑 巧合靠着他顽强生命意志力 他好不容易活下来了啊 他长大 他不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是他死都要扔掉的那只破鞋 你想当个自己还是孩子 石头 你就幻想过的啊 那种理想的父母 那种合格的父母 那种称职的父母 那种有人格 有人性 有良知的父母 那你就要呕心立血 肝脑涂地 除了金钱物质 更需要你的体力 精力 心力 脑力 那你将不爽很多年 而你所能获得的 也无非就是 你满足了你对自己基因的啊 那种迷之自信 自恋 再多呢 你也就 无非就是孩子 对晚年你的尊重和陪伴 是吧 就看你自己觉得值不值了 你觉得不划算 你可以不生的 真的 没人拿菜刀 逼着你交配 逼着你繁殖 是吧 毕竟繁殖也不是啥伟大的事呀 所有的动植物 天生就会的一件事 没啥了不起的 人生最长也就一百年 是吧 还是让自己活得爽 活得轻松 活得真实 最要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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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